60岁贺一航惊传停止呼吸被电击,历经欠债,胖独坐牢好不容易浪子回头如今变成这样。 资深艺人贺一航当年以妈妈请你补通通一曲红遍全台,早期她更与秀场天王诸葛亮搭档主持,以歌厅秀迅速窜红。 赫一航年轻时曾有过一段荒唐岁月,她曾因为杜债,遭殴打,碰毒风波闹上社会榜面。 风光又有钱赫一航后来开始沉迷赌桌,她可以连打三天三夜的麻将,一次输掉上百万。 2000年开始,风光已时的赫一航手上节目一个接住一个听,积欠赌债的她躲起来八个月,甚至开始碰毒,照记。 55岁这年,赫一航终于懂得浪子回头的真谛,从探监到酬前,当时的女友Judy一路相守。 初遇后,赫一航步入婚姻,也渐渐振作。 如今60岁的她仍活跃于荧光目前,主持功力深厚的她一出现依然深受观众喜爱。 没想到赫里航后来却被诊断出大肠癌第三期,当时她还不忘幽默问医生,啊是一共分析期。 所幸后来经过八个小时手术和口服化疗,病情稳定控制住,至今已经是她离癌的第五年,控制状况良好。 没想到60岁的她身体后来又出了状况。 当时她还在高速公路上突然全身冒汗,未恐,她赶紧开下交流到药房买药,后来却突然休克,还没到医院我就休克,失去意识,知道被电击我才醒过来。 经过救护车上的电击贺一行从鬼门关被救回来,历经心肌梗塞被救回一命,她醒来第一件事却是交代老婆Judy系的买单,让家人又好气又好笑。 图中时电子报 历经赌博,碰毒坐牢和大肠癌,心肌梗塞,如今60岁的贺一行历经人生低潮,浪子回头的她表现更亮眼, 宝道未老的她在出现在荧光幕前,依旧笑导一片观众。 赫一行今年跨足戏剧领域,她第一次正式参加戏剧演出就用躲金钟戏剧节目男配绝奖,这几年她一步步从人生谷底爬上来, 赫一行感动一路支持她的老婆和所有肯在接受她的朋友,她感慨又激动地说,我做到了,我终于,真的,走回来了。 最后,一起来回味贺里行的成名曲,妈妈请你补通通吧。